欢迎打开洛宇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我在这里等你 这部电影让我想到好几年前 有一部改编自畅销书的电影 到不了的地方 也是两个男生一起骑车旅行 去寻找某个神圣的东西 我记得应该也是蛮多人为了 意淫张瑞佳和林伯宏去看的 我在这里等你 讲述诗意的香港作家天宇 偶遇台北街头混混阿翔 两人展开寻找通往天堂的金氏湾的旅程 沿途发现意外的转折和紧密的缘分 带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跟你相似并等待你的人 导演的是第一次遇见花香的那刻的邓一涵 主演的是刘俊谦还有范绍勋 刚说的2014年那一部到不了的地方 就有着一种微微迈腐的嫌疑在 而这一部我在这里等你 从预告行销都大力在贩售刘俊谦 还有范绍勋这一对CP 虽然这部电影并不是传统的同志电影 但也算是在讲两个男生之间这种美好又深刻纠缠的情谊 对他没有台面上的同志元素 但是整部电影的内容绝对是不会让想要看这对CP的观众失望的 如果你有溃根的话你有看到那些没有明说的电波讯号 我在这里等你可以说是超级激情四色 挑逗观众去意淫这两个人的部分超级多 而且这种跟情欲无关的迈腐 对一般观众来说好像更可以接受而且更诱人 在去年金马奖上面就很有火化的范绍勋和刘俊谦 两个人在镜头上面搭配起来也的确非常的好看 而且他们对我来说都不是那种很具侵略性的男演员 于是有一种两个人都跟着 好像有很多想要对对方讲的话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感觉 是有很多想像空间在我们脑中发生的 配上这部电影的摄影很美 蛮多镜头都很好看的 常常有一种在看一个很唯美的MV的感觉 Hush的主题曲很好听 我看到有人说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就已经爆雷了 我是不知道这样的尺度算不算BLO 两个人之间的互动都还蛮暧昧不明的 他绝对不会像是一般BLO剧的那种风格 所以去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可以期待一下 这两个人之间的暧昧情愫 但并没有那种充满着情欲的床戏 再来我要讲一些我可能不那么喜欢的部分 叙事上稍微有点复杂 而且节奏我觉得有点奇怪 前三分之二很轻 后三分之一很重 好像把电视剧的《想见你》剪成两个小时的电影的感觉 然后像我刚刚讲到有很多MV感的画面段落 这种风格处理 我觉得是在一些小情小爱或者是纯爱电影当中 我觉得是蛮适合的 我会很享受 可是这部电影的开头给了观众一个目的地 主角要去寻找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他是一个香港人嘛 于是那些突然闷下来的时刻 我都会有点错愕 也会想要去提醒主角 你是不是忘记要去做什么事情了 你是不是忘记你来台湾要干嘛了 当然我觉得剧本应该是刻意想要设计一个 让这个繁忙的都市人被迫停下来 然后放松自己的感觉 可是这部电影好像前面也没有让我预设它是一部 要让人慢下来 好好体会生活的那种电影 于是我对这部电影的叙事策略是有一点不舒服的 感觉开头讲了很多东西 设定了很多动机 现在有一种我被告知他们要干嘛之后 然后一直打断的感觉 然后最后这部电影的结局 我还算喜欢 可是在结局之前的一大段戏 我必须说 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我还蛮傻眼的 你们去看就知道了 就是怎么会有这种剧情发展呢 真的是让人蛮意外的 我觉得收尾收的还不错 我是有被打动的 然后整部电影的表演 虽然说两位主演都是好演员 刘军谦跟范绍勋都是被肯定过演技的 但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 可能台词太生硬 太文艺腔 就是会有一种在看台湾电影特有的那种 听到他们讲话时的尴尬感 然后你就会在脑中思考着 如果这部电影都讲日文 或是讲广东话的话 会不会好看很多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部电影 这是一个深情唯美 但有点复杂的故事 我在这里等你 特别推荐给 想跟小赖一样被刘俊谦、范绍勋 左右为然的你去欣赏 我打你屁股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接续 我在这里等你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订阅按赞和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和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我的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